因为中国跟美国 他们两个国家的贸易联系 已经是非常的频繁了 往来都是已经一年六七千亿美元 那个会 那个是对美国的伤害也很大 因为比如说美国的大企业 苹果 特斯达 基本上在中国有做大量的生意 它也是一种 美国也会受到伤害 但是就看付出多少成本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我看有一位会员 在下面呢 发给我一个链接 那个视频叫做 二零二七 就讲中共要打台湾了 然后哎呀 有一些台湾人就开始脑担心 从1949年到现在就担心 共产党要不要打过来了 然后就问我有什么看法 第一个 你要记住我一句话 共产党对台湾的战争 中国对台湾的战争 本质上不是对台湾的战争 而是对美国的战争 台湾问题本质上跟台湾人没有任何关系的 本质上就是美国跟中国的问题 包括东亚东南亚 本质就是美国跟中国的问题 本质上 因为世界格局已经是美国领导西方 说难听一点就美国是老大 西方各国日韩台 英法德 美加傲卿 全是美国的狗 本质就是这样 我说的比较难听一点 但我让你明白 他已经不是独立的个人了 这是本质区别 他就是说 日本日韩台跟中国人民共和国 他从本质上 他就完全不同 因为中央人民共和国 包括印度 还有那个俄罗斯 他跟美国 属于一种相对对等的 这个人与人的对抗 谈判 而美国跟日韩台经法德 美加傲卿 他属于人和狗的这个交流 本质区别 他这种本质区别 你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说 相当于中国如果打台湾 就相当于中国 开始进攻了美国的势力范围 简单上说是这样 你打狗还要看主人 话说直白一点就这样 那么这个问题呢 如果美国不去救台湾 因为中国已经打了美国的一条狗 台湾 如果你美国不出手 那人家一看 那别的狗呢 日本 韩国 澳大利亚新西兰 新加坡 还有那个什么美加 新法德 人家一看 哎呦 卧槽 这主人你啥意思 他打你一条狗 你怎么不动呢 那我继续当你狗呢 当然他们是没有办法摆脱 当狗的命运了 但他们这个时候 就会 就会对主人心怀 这个有点 迷惑啊 到底行不行呢 那我是不是给他们再认个主人了 明白你的意思吧 他 中国对台湾的进攻 如果他 打下台湾 美国不去干预 这将严重的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严重了 美国一定会干预 这小都不用想 只不过是用军事上直接干预 军事干预他也分为等级 也比较乌克兰战争 美国是支援武器 情报支持 但是美国兵没有直接参战 还有一种是什么呢 韩战 美国军队直接参战 还有一种更高等级是什么 美国就直接跟你们中国摊牌了 直接咱就核战争 就别一起吧 废话 什么航武啊 什么那个什么军舰啊 还去吧 去去去 没啥用 直接就直接 不要说台海开战了 就比如说 如果中国打到台湾 美国假如 因为美国要判断这个战争等级 战争等级 如果美国已经摊牌 说北京中南海 咱就别废话了 不要说在台海干了 咱就直接大规模核武器 就拼命 你中国你要厉害 共产党你厉害 你打多少 打到一个洛杉矶 死个比如说200万人 纽约 假设你把炸了 死个500万人 那美国就直接把他有一锅端 司机员全干掉 如果是战争等级到这个最高等级的 因为中国现在的核武量 核力量 没有办法全面摧毁美国 中国现在的核力量 就他的力量无法对美国的本土产生根本性冲击 就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把美国直接就给一锅端了 直接就全毁灭 不存在任何国家 包括俄罗斯 中国不存在这可能性 但他们可能打个几枚核导弹把美国的什么大城市给毁灭了 可能啊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 这个就看战争等级 就美国如果判断最高等级 我愿意死一千万人跟你完命 就这样 这是一个等级啊 但再到第二个等级就是什么 大规模常规战争 大规模常规战争 就我这边航母战斗群 日韩台 我全部军事基地全给你拼命 就是这种 然后 呃 太平洋 印度洋方向的舰队啊 中东的 就全面的 就美国发动全球的军事力量 常规的 全面进攻 就这已经不是说台海跟你玩了 就是四面八方 包括太空 全面进攻 中二面共和国 就决战了 咱就 咱也就别废话了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毒枭火兵的呢 咱就 咱就名牌打 就不要说阴谋诡计了 直接椅子排开 机关枪扫 就完了 就这种 就直接豁出去了 就美国的航空母舰 潜艇 驱逐舰 登陆舰 全上啊 F35 F12 全都 中国的 然后中国就搞出什么 他的军舰055 他的航母 然后他的战斗机 他的导弹 全弄 因为他现在的话 军事力量 应该说已经还可以了 就是他的导弹呢 他的这个战斗机啊 他好多这种 预警机啊 他现在的力量已经开始起来了 他军费就有2700亿的 美国是8000亿 就就比如说共匪 他有一个那个 他有一个五毛粉红 投资 他说呢 他说中国军事力量 可以把日韩台的美军基地 给摧毁了 或者怎么样 其实以中国现在的军事力量 确实可以的 他现在军事力量完全可以做到 就在他国境线范围1000公里之内 他完全可以进行军事摧毁了 就是他这个 但美国的问题呢 你能摧毁我 我也能摧毁你 没办法 我更能摧毁 我可以把你整个本土全摧毁了 美国是这个意思 就类似于什么呢 我拿一把手枪 我可以把你拉死 人家美国是端机关枪 你理解我讲的意思吧 这就是说 把戴海战争 放到一种世界大战 全人类决战 就这个地步吧 就是说 美国跟中国摊牌 别的国家就别管了 别的国家像什么 英法德啊 俄罗斯啊 还有那个什么印度 咱就靠边战 就靠边战了 就现在就是 属于这王者对决了 就直接boss对boss 直接开干 那中国肯定不行 那肯定不行 你跟美国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了 完全不是一个美国可能会牺牲掉第一岛链或者这些美军吧 就你跟你跟美国的军事力量差距太大 差距太大 这是第二个等级啊 就是常规力量 第三个等级 局部战争 假设共匪中共 进攻台湾 这个战场只限于在台湾海峡 就是他连冲城都没有干预 就在这台湾海峡这周围 就这几百公里 范围内 咱们就打 这是小规模战争 这也要看美国介入深不深的 就假如说美国说几个航母舰队直接开过去 就在台湾海峡这一圈我跟你干 那中国也干不过 基本上是 但基本上是他会给美国重创 如果这个规模是在小小范围内 他会重创美军 他会重创啊 因为 因为美军他毕竟他是在远离本土进行大规模作战了 美军啊 美军自从二战之后 就再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海上的这种作战了 而且他要跟一个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14亿人口 第一大规模的军队进行这种 因为中国他毕竟是本土作战 他福建啊 浙江啊 什么上海 他毕竟是本土 他靠得比较近 你要在这个近距离范围来跟他进行 啊 作战 美军也会 如果我做的是小规模啊 因为战争他是要考虑距离的 跟这个规模的 那这个就是 美国也会遭遇重创吧 会受伤 我说美军派到台湾海峡作战了 这就是肩队啊 但是中国依然打不过美国 这是毫无疑问的 好 这是一个等级 再到下一个等级 再一个等级就不是说在台湾海峡的几百公里进行作战了 就是一种呢 小规模的空战 海战 就共军呢 他也不得怒 这主要就是台湾军队跟共军打 那这个的话就 美国就不一定参战 但 但美国会制裁啊 参与制裁 比如说美国怎么制裁俄罗斯的 现在就制裁中国 所有航班 你别飞了 你 全完蛋 整个封锁 中国的公司在美国的全部赶走 美国的公司在中国的全部撤走 两国的贸易全部中断 那就这样 那这个后果你能承受吗 这 这完全不是这个概念啊 那你这个整个工厂 必然是大规模失业啊 而且你的产品没有销售 没有市场啊 因为美国不买你的了 你整个国家的经济就 迅速趋于崩溃 而且你你很快他你要挣外汇买美金嘛 你要去买粮食石油矿产铁矿石 美国跟你这一制裁整个你都不行了 瞬间这个中国就已经进入经济崩溃状态 彻底的崩溃了 所以美国对他的这个 但是这个制裁会对美国也产生重大的影响 因为中国跟美国 他们两个国家的贸易联系 已经是非常的频繁了 就往往来都是已经一年六七千亿美元 那个会 那个是对美国的伤害也很大 因为比如说美国的大企业 苹果特斯拉 基本上在中国有做大量的生意 它也是一种 美国也会受到伤害 但是就看付出多少成本嘛 就美国说 我已经跟你摊牌了 你是打我台湾 台湾相当于我小低 我现在就制裁你 跟你玩 对不对 然后美国 美国别的狗 比如说日韩 澳大利亚 新西兰 印法德 那都属于美国的狗 那基本上都是 都听美国的话 全要制裁你 那你整个怎么动 那的 代价太大了 所以打台湾 代价太大了 就美国一招整个给你封锁制裁 你给你 你最能把你困死 太难了 无法想象了 那真正是无法想象 所以说打台湾 在我的所看到的世界中 可能性微乎其位 可能性微乎其位 一点都不怕他 而且你一定要记住 台湾问题本质跟台湾人 没有任何关系 台湾问题本质上 他台湾人 台湾人 台湾的政府 是没有任何主导权的 本质上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就像朝鲜半岛问题 本质上跟朝鲜人 跟韩国人 不存在任何关系 他们无法主宰 也无法阻止 也无法去影响 没有任何关系 本质上是没有任何关系 你就记住 这个地球 基本上就是美国 中国 因为这两个国家的GDP 已经占到全地球将近一半了 别的国家 基本乌克兰战争再打 它也只是属于一个地区的战争 它并没有冲击美国的 它并不是一种争霸的战争 并不是苏联要对西欧开战 那种战争 它只是一个 因为俄罗斯现在只是一个地区大国 它是对乌克兰这种 它属于地区性小规模战争 不是什么大规模的 那俄罗斯如果说攻打波兰 那就北约了 那性质就不一样了 那开什么玩笑 你想一想你要打台湾了还得了 那真的是 我这么讲 如果中国你真的要想打台湾 就死活活就准备拼了命了 因为台湾的背后就美国 对不对 就是疯狂的造核武器 洲际弹道导弹 疯狂的造 洲际弹道导弹 核武器 核潜艇 就准备到了那一天 彻底摊牌的时候 跟美国整个三亿人 十四亿 中国十四亿人 美国三亿人 咱就同归于尽了 就直接就完 就彻底摊牌 就到这一步 如果你不到这一步 那你就 你跟美国就差距太大 你跟美国差距太大 除非你到这一步 为什么 俄罗斯它毕竟经济力量 它的科技实力 它已经不行了 它这个就 军费一年五六百亿 它还玩什么核武器 玩什么核导弹 就它数量明显不够了 如果你中国 中国的话 因为它是 两千七百亿美元的军费 它未来还会涨 涨到三千亿四千亿 你说咱就拼了命了 航母咱也不造了 就在家就造核武器 核脑乱 核潜艇 就完命 那 除非到那一步 你军事上才能跟美国摊牌 除非到那一步 那一步就是 就直接就大规模 死个几亿人就完了 就那种 否则你根本 你跟美国 你军事上没有办法摊牌 没有办法 你会不是 你会不是 在这两个人 没什么 你 与力量